18号 19号两天世界卫生大会要开会了 在马云九执政的时候 台湾因为有九二共识 所以大陆支持台湾可以参加 所以可以去之后就没了 现在今年到目前为止 14个友邦写信给谭德赛 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邀请台湾参加今年的大会 那你看看这些小国家们 尼加拉瓜 帛琉 帛琉人口好像是两万多吧 对 两万一 我住的是新北市 台湾新北市的领口区 我的领口区里面有十万多人口 所以我一个领口区呢 我们可以独立成五个帛琉 这样你懂了吗 史瓦 蒂尼 圣路西亚 马绍尔 这种都是小国家 洪多拉斯 圣文森正式提案 然后新闻还特别讲 哎呀 我们的友邦教廷 自己也只有观察员 所以会用其他方式表达支持 真的吗 但是南美十个国家 71位国会议员发信给谭德赛 当然台湾花了很多钱 很多那个去搞 然后谢谢啊 台湾的民进党的外交部就很谢谢 怎么怎么样 日本外务大臣 茂木敏充 公开发言 由于中国的反对 台湾可能无法参加WHA 坦白说 WHA存在中国问题 我会尽可能争取让台湾参加 然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这个组织就跟美国的AIT一样 因为我们是断交的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民间组织 但担当了大使馆的功能 脸书贴文挺台湾加入WHA 所以日本跟美国都这样啊 美国都是官员出来骂啊 骂北京啊 挺台湾啊 台湾好棒棒啊 可是都没有要做什么事呢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 美国日本都是玩两手 跟台湾这边讲 你看给我一点好处吧 我帮你骂北京 然后呢 他一定私底下跟北京讲说 哎呀 没关系啦 你就让我骂两句嘛 我要跟台湾要点东西玩一玩呢 怎么样 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最终得到好处是美国跟日本 怎么样 那台湾台独 美国跟日本叫骂一下 就很开心了呀 这样是不是这样子呢 副主席 这样子啊 这个我们持平这样子来讲 目前台湾的这样的此境 有人愿意发一些信 不管用什么立场出于什么动机 来支持我们 我想我们都应该用感谢的态度 我想这个先用感谢的态度放在前面 那这个感谢的态度放在前面了 为什么因为在困境中 有人要声言两句 总是是好事 那现在问题就在哪里 就在被声言的人清不清楚 这些声言有没有用 他清楚 但是他能来去发动 声言我们的人 不管出于什么动机 他也知道声言有没有用 也没有用 而且更重要的是 声言者跟被声言者 都清楚知道 应该怎么走才有用 所以他的鬼秘就在这里 我也不愿意 为什么我一开始先要讲感谢 因为就先把这个话 先把这一个帽子先挂在前面了 免得啊 这个有人讲 有人支援我们 你说说不感谢 不 这要感谢 不管怎么说都要感谢 但是声言者被声言者都知道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台北经过北京 能够进到国际社会 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共识 台北经过北京 是进国际社会 最捷径的一条路 大家都知道 台北经过华盛顿 走不出去 就是走不出去 这个是华盛顿清楚 台北清楚 全世界也清楚 更不要讲经过东京 那是更没有机会的 所以既然大家都知道了一件事 大家在干什么 就在玩大国的游戏 然后台湾愿意被当做筹码 那小国呢 小国也愿意利用台湾这个筹码 或许获得到一些什么 我们不要以小人之心 来度金子之路吧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 他们是在做一件交差的事 包括外交人员 长期以来在国外做了这些工作 那总要拿一些成绩来给大家交代 所以七十几个国会议员 就是这样交代出来的 我相信外交部再努力一点 你们努力真的不够 至少在日本还可以有几十位的国会议员可以签署啊 怎么没去签 日本还可以啊 美国也可以啊 为什么只跑到中南美洲这一间 因为代价比较便宜 你要我给你扯破就是这样 否则我们外交部要是我今天 我一定会说 今天有中南美洲七十几个帮我们签 我们一定要鼓掌 是对的 那难道我们的影响力就是中南美洲吗 那我们美国呢 日本呢 欧盟呢 英国呢 有这么多的地方 为什么这些都没有签署 那想来外交的工作太太不用心了吧 为什么 请各位想一想 为什么 因为这些国家现在都陷于疫情的困扰之中 没有人严厉来扯这个皮 那中南美现在相对是比较没有疫情的地方 各位可以想一想 我不晓得外交部是在扯什么皮 吹什么牛 紧接着就在这里来看看 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其实只有一个 那个日本是跟班的 是美国 美国谭德赛还公开的宣称资源的几次 还写了信给几次 号称五十个国家 不够啦 不是谭德赛 就是那个美国的国务卿 写了这五十个 不够啦 会员有190几个的 你最起码应该192除以2加1 有没有 那就最起码要做的 所以连个表面工作都没有好好做 那五十几个我们再高兴 请各位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那就是 人家说那你为什么不提案 因为我们只建议 你不要建议嘛 你美国是强狗 第一大狗 你可以撤出 对世卫的支持 全世界都紧张 所以你是有提议的能量 但是你只有建议 为什么 因为建议不必负责任 提议要负责任 而且还要面子 因为提案了他知道过不过 他知道过不了 他知道美国的面子 就是踩在那里 而且最好不要表贼 表贼会非常的难看 说不定连提案前都会被丢掉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主权国 要行使的一个行为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 08年到16年台湾有参加 是可以参加的 是有办法参加的 全世界都知道 是可以参加的 也曾经参加 也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有一条路 都知道有一条路可以走 是民进党不走 这一条路是什么 九二共识做基础 这一条路是什么 就是一个中国委员者 这一个程序是什么 跟北京商量 可以做的事不做 不做的事慢慢的做 在干什么 最后我这样说吧 就好像干什么 就好像美国在撩台湾这个妹 在撩妹而已 然后问题是 民进党这个政府 还花烧花浪的被撩 然后撩完了 还在告诉我们说 我被撩得很爽 你被撩得很爽 我们很丢脸 你知道吗 因为你明知道 人家只是在撩你 你花浪花烧的被撩啊 真是没意义 然后更可恶的是 那个撩妹的人 也知道我只是撩你 他还很认真 很色情狂的在那里撩 这个是大骗子 骗了小骗子 小骗子来骗台湾 来骗人民 美国就是大骗子 民党政府是小骗子 我们是被骗的人民 谢谢大家